尤其這次的總統選舉 我要像彩虹之美一樣 不分你我 不分吉日群 更不分顏色 能夠把我們台灣人都口作為 共榮共生共賀 我們照顧到鄉親驚 那就請問我去佛光山 因為他叫我一個手勢 我覺得很好 我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這個手勢 這個手勢 就是喜樂的手勢 然後告訴大家 送給你這個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我們台灣應該是 你好 我好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希望我們台灣人 用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口頭上 現在選舉才有目的 選舉最好的結果是團結台灣 面對劉華 面對我們國際情勢 嚇出我們台灣中間的路線 自信自利自強的路線 我們一定贏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有關 辛苦大家了 今天我在第二場證件發表會 特別就三個部分 提出我的驗證 第一個是治安問題 第二個是農業發展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附佑 所以這三個議題 其實也是我們台灣人民最關心的議題 尤其治安是我的專業 大家期待有一個社會安定 人民安心的一個自然環境 我很清楚的闡述 至於農業 需要我們更多的人來照顧農業 扶植農業 在產業的生態 生活跟生產方面 能夠提升我們的農業的發展 當然 最後提的是 婦女的協力的問題 那 婦佑 我們如何 讓大家 在照顧上 他們能夠感生港養 更重要 我們提出比較完整的一個政策 對 婦女的保障 對幼兒的照顧 希望把它照顧好 大概我今天提了這三項的政見 那今天在最後 因為我是第二個發言的 那很可 很遺憾的 在第三項發言的過程當中 賴清德主席 花了一半的時間 操作了抹黑跟抹紅 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因為婦佑佑 我一四人 你也知道我做國民人員 做國民人員的效忠 我們的國家 為人民的服務 我是一個台灣人 做政客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我人生只有一個目標 我人生只有一個目標 我是六十一回最初的選舉 六十一回最初的選舉 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要團結我們所有的台灣 台灣最不擔心的是外面給我們欺負 我們最擔心的是我們台灣人的團結 所以我的選舉的過程 沒有人對事 沒有要對人 我們就做事情來講事情 我們不需要用栽贈抹黑抹紅的方式來選舉 更不需要我們用意識形態來操控 這一次我出來選舉最大的目標 所以我兩次選十八市市長 我都用我們的政績來說服我們的人員 我們十八市 這次我看到 這個中間 因為 賴憲德主席說這麼多事情 都不是事實 今天 侯佑佑最大的信願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尤其這次的總統選舉 我要像彩虹之美一樣 不分你我 不分極之情 更不分顏色 能夠把我們的台灣人都口作會 共榮共生共賀 我們照顧到鄉親走 那像青年一樣 我去火光山 他叫我一個手勢 我覺得很好 我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這個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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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喜樂的手勢 然後告訴大家 送給你這個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我們台灣人應該是 像這樣 你好 我好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希望我們台灣人 用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現在選舉才有目的 選舉 最後的結果是 團結台灣 面對 面對 面對我們國際情勢 走出我們台灣 中間的路線 自信自立自強的路線 我們一定贏 要用這個 氣力 和這個決心 包容所有的一切 我們才會贏回台灣 走出我們台灣人 跟別的路 謝謝大家 謝謝 市長 是不是因為包租密集發酵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